美国最高法院周四做出一项裁决 支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废除一些媒体所有权的法规 这被看作是传统广播公司的胜利 自1975年以来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定 在一个社区内 一家公司不能同时拥有多家媒体机构 以确保信息来源的多样性 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传统媒体的生存受到挑战 2017年 FCC决定放开所有权的限制 允许广播电视行业间进行整合 以提高地方电视台的生存能力 但是FCC的决定 在当年受到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阻碍 直到这次最高法院做出中裁 才最终授权FCC 给媒体所有权松绑 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 在裁决书中写道 历史上对于所有权的限制 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媒体市场 允许电台 电视台 报纸之间 有效的合并整合 将会有益于消费者 就在最高法院做出 有利于传统广播电视行业的裁决的同时 德州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 限制大型社交媒体的权利 这项参议院第12号法案 要求每月拥有一名用户以上的 社交媒体公司 不得因政治观点而封锁 禁止或歧视任何用户 法案发起人 共和党州参议员布莱恩·修斯称 该法案将让德州人重返网络 目前这项法案正在送往德州众议院 修斯对法案的前景表示乐观 但他承认 如果该法案签署为法律 很可能面临司法挑战 修斯说 他希望这项法案能抛砖引玉 成为其他州效仿的对象 以保护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 新唐人记者金石综合报道 进入新售